刚才这里有一股强大能量波动 你可知怎么回事 刚刚 我被一只五万年地穴珠黄追赶 我一直逃 直到你出现才吓跑了它 但我也因此迷了路 这里太危险了 你们赶快离开吧 大哥 他应该没有说话 你看 这边痕迹还在 他刚在说什么 五万年地穴珠黄 越靠近核心区域 珍贵的浑兽宝屋越多 大哥 看来我们距离目的地不远了 原来他们在打冰火两一眼的主意 如果让他们找到了冰火两一眼 那爸妈就暴露了 宝屋不仅仅只在核心区域 这个小姑娘和三叉戟 也都是宝屋 既然她孤身一人 在这森林中 如果出事 无人知晓 而且附近还有五万年地穴珠黄的痕迹 就算她家族追查了 也可能是认定命扫珠黄之上 大哥的意思是 我们抢人家夺宝 小姑娘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马上就要天黑了 到时候回首出没 你迷了路 恐怕小命难保 如果你把三叉戟交给我们 我们带你离开 否则 一群混蛋笑得苍盗 难道是想抢三叉戟 看来要引牌他们是不可能的了 如果能先解决掉这个混豆罗 你们真的会带我出去吗 小姑娘 这落日森林很危险 我们也是为你好 大家互相帮助 可取所需嘛 好 好像不划算了 狗话不听 那就别给我们不客气 好 我答应你们 老爷爷 我不喜欢他们 我只想把三叉戟交给你一个人 你过来取 无妨 我来取 小姑娘 其实我不老 你别躲呀 我会轻轻的拿 你干什么 你想杀人夺宝 可惜 这是连海神斗罗都难以应对的十万八千斤的神器 你 不配 大哥 好一个半种吃老火 大家一起杀 来吧 我不怕 没事 抱歉 我好久没动手了 再来一次 你手本轻 明知东竟 第二魂技 废后 复活之后的第一场作战 身体还是蛮灵活的 没想到他这么厉害 上面交代的人物是多取宝物 完不成人物 回去一个都活不成 好汉不吃眼天亏 不如 混蛋 你们得到我 你一个都别想逃 哥 你醒了 我还没打够 小五 谢谢你守护我 你笑什么 我在吸收昏环的时候 依稀听到你们的对话 你的演技真好 哥 我现在可不是没复活前的我了 对了 哥 你这次吸收的比以往胯 不会有冲突吧 放心 我一切正当 武魂帝国既然派人来了 说明落日森林已不安全 我们得尽快捕捉文官 爸妈还在等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